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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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演者正是盲诗人民谣歌手周云鹏 好我们首先来回忆一下上周小凤之博士节目的精彩片段 我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你选择背上吉他然后到北京卖唱 我相信肯定那个时候会不会也经常遭到城管人员的驱逐啊 我给你讲有一块特壳子我在上海南京路上 我也不知道那是南京路嘛 到了上海找个地方咱们开这摆摊卖吧 这个人又多 弄个大盒子然后警察就来了 上海警察特别好很温和的吧 还很有文化 人家这么说 你这是流浪乞讨你知道吗 流浪乞讨 然后他就看 哎呀你摊他无业还拿个这么大的盒子 我这盒子大鞋盒 这是南京路 我们上海的窗口 你坐在我们窗台上卖 泡汗人城市形象 我不知道是你们窗口 我是挺好的挺荒诞的挺可乐的 还有一回在北京 北京那个海淀也是找个地方 哎这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 看我来个警察 然后就说赶快给我拉走了 就拉车上 然后拉到那个公安局 他就说你知道你刚才在卖唱什么地方吗 我什么叫海淀区政府门前 你是不是跟我们那个 七中午叫晚吗 当然警察还挺好 他说你这样吧 你给我们唱个歌 气死我了 他还要给他唱个歌 你唱了什么歌啊 你就唱个那个 编辑冰查的主题曲呗 什么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你把我想象的那么会讨好人啊 但是我也不会唱那歌 你让刘欢来卖唱还怕不 有一个孩子 九岁是十年 有长年生活在盲人 他想象的自己 学会了弹琴 学会了唱歌 还能歇时 背着吉他 走遍了四方 在街头买衣 在酒吧 上周我们已经听了周云鹏 讲述他关于失明的记忆 以及他流浪生涯中的种种经历 听众们纯净在云鹏的笑声中 感动于一个盲人深广的胸怀 和超然的智慧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一起来探寻一下 周云鹏的思想根基 并且分享他最喜欢的一张唱片 约翰烈农的音乐 因为云鹏也写诗嘛 我想起来你有一首诗 叫如果你突然瞎了该怎么办 我觉得是挺浑的一首诗啊 第一句就是我跳楼 第二句是我立即向我的女友提出分手 并祝他幸福 就是突然瞎了之后 种种可能性啊 怎么会想起来写那样的一首诗 我觉得好多人最常跟我说一句话 如果我要是看不见 那我非死不可死 如果我要看不见 那我就一天后面去 有一天晚上就睡到后半夜 我就产生这个动机 如果我突然瞎了该怎么办 假设那种最极端的行为 就是人在一个最痛苦的时候 他就背离了生活本身了 他就可以就离经叛道的 不知道干了什么事情 当世界把它抛弃的时候 那道德什么对它都不存在 他也可以把这个世界也抛弃 但是也有那种 比如说身残之间 要当全人类的开模 我都从来不愿意当全人类的榜 天天听命交流 所以我是不喜欢那种状态 我觉得很真实的痛苦 就是很真实的 我写那首诗也不单纯代表一个个人 我想是应该是代表一个这个种族 就是如果说盲人也算个民族 他算一个被一种不幸那种基因维持下来的一个种族 那我在代表这个种族来说话 我就说他们首先是很怨恨自己这种命运 而且大家要原谅盲人 就是说不能说说残疾人就应该很有道德感 我觉得一个盲人他也可以做坏事 对不对 你也允许他偷东西吧 当然社会上可以法律层次的 但是你允许他做一个普通人的那种 你不要给他强加到更高的道德层次上 觉得你那眼睛都看不见 你还不老实 你还不好好活着 你还想那个想那个 我觉得这是一种 其实有一种变相歧视 对对 他对一个弱势群体 总是把那个道德的更多的东西强加在他们身上 那盲人怎么就不可能有婚外恋 或者炮姑娘什么的 或者有个疑情别恋 这可以吗 你也可以去谴责他嘛 对不对 他是个普通的人 他也是 所以我写的有诗 我想把那些更因案 就是更极端的东西表现出来 而且也不都是那样 还有一种他们那种自己自强不息吧 我觉得自强不息这个词挺好 这话还是一经里第一句话 天行见 对 君子当自强不息 说的特质朴 我刚看的时候觉得不是个真理 觉得特教书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理解这话 你要行动争取 争取好生活 然后反正要自强不息 那云鹏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人生哲学对你来讲 你特别信服他 或者说你的那种思想根基和精神指向 都是来自哪里 其实我总体上还没有 但是我某个阶段经常有 你比方说像我那个专辑 他们经常要谈到庄主 说我那个专辑里就有一种中国古代那种 很到家的东西 觉得非常内清性的那种自由 还有淡泊这种东西 对 但实际上它是我一个阶段 那个状态我停留的时间并不长 因为我觉得到家东西 就对于一个生活在 像我这种很俗世的生活中 这种需要挣扎的人 他有缺陷 他那种力量感不强 他好像 还不如尼采那种哲学 他能够激发人一种斗志 那种生活的生机 到家那种东西 简直把人萎缩到那个硅壳里去了 就是你要说说 接下来说 内清 内清 咱们甜淡 平淡 那个适合于老年性的哲学 我觉得他们是挺有智慧的 但他不适合 我喜欢那种 更有激情的 更尖锐的 就像你说的 更辈论 更矛盾的哲学 比方像那个荒诞泰戏剧 有一次我特别喜欢 就像等待科多呀 还有那个兔兔歌女 就那个 他们那些东西 被科特尤奈斯库了 对尤奈斯库 对 那个尤奈斯库 我尤其喜欢的 他阐释这个原则 就是说 生活本身是 荒诞是高于悲剧的 就是悲剧再往前一远 就是荒诞 就是荒诞是一种什么 很微笑的面对悲剧 还有一种那种 让人笑起来 流眼泪的那种悲剧感 所以说我 后来如果说 有什么思想的根基 和那个储向 我更喜欢那种 我觉得我把生活看成 非常荒诞 但是要自己去做 就像嘉妞 他早期那个叫局外人 他就是首先要把 生活了解的特别荒诞 但他后期写了个鼠疫 他那个城市是特荒诞的 一个被那个瘟疫控制的城市 人们都各种变态 小偷特高兴 不会抓起来了 可以随便偷东西了 但是他描写的最正规的角色 是医生 拯救人 给人治病 他在荒诞里 他要行动 我觉得嘉妞 他后来他体现这种 就像那西区富斯 推石头一样 他说 虽然推到山上 那石头滚下来的 再推上去 再滚 这是很无聊的一个事 但是对于西区富斯来讲 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对对 他在其中 他要变一个角度 他从荒诞中 理解到一种乐趣 他就不是惩罚 不是说众神对他的一种惩罚 他就是一种 很有意思 很荒诞 很有乐趣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 荒诞可能是一种悲剧的延伸 根基上当然也是个悲剧意思 但是它更符合我对生活的观察 就是说 要幽默 要快乐 然后 当然不是那种盲目的瞎快乐 然后 有悲剧意思 就可以这样说 就是有悲剧意思的一种快乐生活 沉默如雨的呼吸 沉默如湿的呼吸 沉默如水的呼吸 沉默如湿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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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明,湖南城,刘浩挫,王世卫,刘本道,北明,陈阿南,方立强,王培,杨小燕,牛天子,冯坑,少彪平, 李爱国,何满子,余秀宁,李克。 我在听你的专辑的标题曲《沉默如迷的呼吸》的时候,在这首歌的最后我听到了大约二十多个人的名字,我觉得那段真的挺棒的。 我猜啊,大部分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写诗的人,比如我认识的像小河,河国锋,还有谭颜同,但是我还听到了比较荒诞的事,我还听到了,孤福明,湖南城,王世卫,对。 你怎么把他们的名字也串进去了,你把他们也看作朋友吗? 你知道我最初的东西啊,我想找一些那个墓园人的墓碑,我这个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特别爱逛墓园。 有时候朋友说领我去,你去哪儿?去墓园,这玩家很清晨。 就是我们所说的陵园,那你可能每个城市是不是烈士陵园,肯定去的也很多。 烈士陵园,咱们倒不常去,就是去那种非烈士的民间,就是民间的那种那种,就看那些墓碑,当然我觉得我。 你看也看不见呢? 对,我让他们给我读嘛,我记得我印象最深的,你知道吧,我在那个凤凰里的墓园,他们领我去做了好多墓碑,当然有个墓碑就写着什么,某年某月某日就写着那个日记,它是爱女和爱妻之墓,我就想它这爱女和爱妻可能是一天出事的一个车祸,但是你在短短的那几句就写着那么多。 一个人他多悲伤,他一个女儿和妻子突然就全去世了,我觉得墓园也是一本书吧,就是人类的一种什么样的书。 我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节在作怪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墓园那是一个悲伤之地啊,或者说是一个亡灵聚集的地方嘛。 对。 除非说你,比如说你某一个亲人埋在那里的话,可能每年在一个固定的日子会去看望,平常我想没有人会迷恋去那种地方,还是想挖掘挖掘云棚,不是有什么秘密吗? 挖我还可以,你别挖墓这行。 你不是想盗墓吧? 没有,没有。 你可能其实去那个地方并不是去膜拜死者是吗? 对,我想盗管。 其实可能更是一种对生的一种活吧? 对,也许是对生存的一种肯定吧。 其实墓园只是那种对于死亡的一种凝固化的一种东西。你说到了墓园,我觉得没有悲伤,它就是一种安静。我还是最直观的是冲着那种,就是特别刻骨凝心的那种安静。 就像你在一个幼儿园里,孩子们都睡着了,有那种感觉。 我觉得人类应该保留墓园,后来是不是现在没墓园了,都是一个骨鱼盒摆在一个架子上,一排一排的,好像还放个照片呢,那样太不好。 我觉得墓园还是... 你不要抨击我们国家的殡葬制度,这个环保。 墓园挺好。 我本来写那个歌的时候,我后来加很多人名,我想去一个墓园找一些人名。 当然那时候是非典的,墓园都关门了。 后来我就随便想,我就想那种很模糊,很边缘的人,就自己的特好朋友也有。 当然说大多部分是那种,见过一面,就像我在路上偶尔见过,没跟李店里聊天,你叫什么名,说了一句,然后我就记下来了。 还有一些那种,见过的一些姑娘,也没发生过什么具体的感情,但是有一种那种很好的印象,就当初想发生点什么感情,但是有句未衰形的那种。 我就把这些人,那为啥加红兰城,红兰城我觉得他也是在我记忆里很边缘的人。 当然他不如张爱玲出面了。 这个人也是那种很落魄,很矛盾的那种,还有王世卫也是,然后就是很早就死了,被枪毙了,就挺冤的。 还有那个像孤红明呢,特另类的一个,出个大辫子嘛,在北大里走来走去,邵飘平也是,邵飘平主要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 一个暴人。 对,他很早就被暗杀了还是什么,反正我觉得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一个风流替场的,一个雄心勃勃,要干脆喜欢事业,但是很倒霉的,在历史上就消失了的一个人。 名字起的,是吧,有点像武侠的感觉。 平宗侠隐。 对。 而且我想其实每一个名字也都像一个谜,而他们本身又是沉默的,所以沉默如你的呼吸。 对,每一个名字它就是一个谜,我觉得。 你有时候你看电话本啊,这些名字你都不知道。 当然每一个名字,保证它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痛苦的经历,还有挣扎的一个故事,但是你一点也不了解。 我觉得是那样的,每一个名字它就是一个谜,而有沉默的谜,它也不说话。 很普通的,你马上就可以遗忘了。 尹非非,藤司祖,光之奴,顾鸿鸣,胡兰城,刘浩彩,王世卫,刘本道,北明,陈阿南,方一强。 王,王培,杨小燕。 云鹏你创办了两份诗歌名刊哈,第一份叫《命与门》,第二份叫《低暗》。 我知道在中国好像诗歌名刊挺多的,大概得有一二百种吧。 嗯,对。 那么你这个《命与门》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呢? 你刚才说到墓园的时候,我就老是徘徊你这个名刊的名字,《命与门》,门是通向哪里的门? 最初的动机呢,我当年学过中医,在人身上有个穴位叫《命门》。 《命门》,《命门》在哪里? 《腰》的右侧叫《命门》,古代那个对肾不特重要,但是肾又分左肾和右肾,左肾为水,右肾为火。 所以右肾呢,它就是一个叫《命门》,但是这个,它也是很抽象的名词,就是说,存在这种中医的这个理论中,叫做《命门》。 《命门》,就是一个穴位是吗? 它具体是一个穴位,但是它抽象了又不是个穴位,它是一个那种,就是很抽象的器官。 那是不是比如说,在这种武侠小说里啊,如果你点到几个命门的话,那个人是不是一个死穴啊? 很闹口的,慢着。 好像跟死穴还不是一回事,是吧?不是乱联系了? 对,我,我,我。 你也没听说点了,谁腰就死的。 我学中医,我的死穴这个概念可能没有,根本就没有。 可能就是武侠小说杜专出来的。 没有什么死穴可言,但是《命门》是一个中医特重要的一个身体概念,具体说形象就是生命之火。 然后《命》呢,我后来讲,为什么把它拆开,叫《命与门》呢? 我想,《命》可能是一个大的宿命,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必然性。 然后《门》呢,是个具体的东西,就是说它进了这个门,或进那个房间,出了那个门,或出一条道路。 就是各种可能性,各种选择。 《命与门》可能就是,我想是一种,必然与偶然。 对,这么概括也好,但是这么概括就有点像变中围水常识。 我觉得,不这么概括也行,可能《命》是一种宿命门,是一种自由吧。 但它俩不矛盾,就是你在一种宿命下的一种自由,叫《命与门》。 那么《第一岸》又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把《命与门》改成《第一岸》呢? 当年《命与门》的那个杂志呢,有点宗教性。 就是说,我当时特喜欢看科尔凯古尔,舍斯托弗夫那种东西,就是那种基督教那种神学著作的。 他就,包括特斯托弗夫那种,很追念,很考虑性的那种,《命与门》也体现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那个刊物,当年就是九十年代办的时候,就是那种很严肃,然后宗教性特强。 但是那个,就是说,生活越来越具体,也是越来越低促了。 我想就是说,《第一岸》呢,也是一个启示,就有首诗叫,我只有低低的河岸,死亡再高出两厘米,就会把我淹没。 一个外国人写的诗,我只有低低的河岸,死亡只要再高出两厘米,就会把我淹没。 我觉得实际特别好,就是说,它符合一个我们那种在底层飘搏的人那个心境,就说,你居无定所,然后朝不保夕,然后生活充满危机,也包括卖菜的,卖土豆的,卖艺的,卖摇滚乐的,卖打口蝶的,搞摇滚乐的,唱歌的,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生活在最低的地方,随时生活,它会把我们淹没了。 我这样起这个名字,我想就是,这个康物要反映一种,社会底层的那种,民间的那种诗歌的,而不是说,像当年命女门那种,特行而上,特追求终极那种东西。 我是想,从终极回到行而下,回到那种,回到大地,回到民间。 对,回到土地上,从低处去做一个出发点,去开始生活,而不是说,坐而论道,在生活中,在屋子里,玄学的想上帝,什么天使,宇宙是怎么回事。 就是,好像看到很多诗人,嫌的一些,献给伟大的宇宙。 当然,我也不是讽刺他们,就是说,现在我的心境就不是那样的,我觉得,行而上,它是扎根在行而下的,你知道吗? 你说,我现在住在植物园边吗? 那个,我遇见个老头,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树啊,上面有多高,底下有多深。 他指的一个那个水山,水山是特质的一种树,他们跟我讲,有高级,20多米高。 那在地底下也有20多米深吗? 对,对,它地底下一定有20多米深,不然它风一刮,它就断了。 伟大的行而上,它必须是存在一种深刻的行而下的东西。 而且根基是行而下,你必须从行而下长起来。 就是说,先从自己生活第一处开始描写,叙述,然后再去思考更高的那种东西。 不要一下一出手,就指向终极,指向宇宙,无限,有限都还没考虑清。 其实就是说,两本刊物的名字里面也就包含着你的一种非常鲜明的美学倾向,对吗? 诗歌方面的美学倾向。 我们活在初来的房子里,我们活在公共鸡车里,我们活在梦的灰尘树里,我们活在电视的阳光听你。 餐厅服务员,每月保持保住三百块钱。 仓库保管员,每月保持保住五百块钱。 产品推销员,每月保持保住七百块钱。 电脑打字员,每月保持保住八百块钱。 他是一个盲人,也是一个诗人。 天高地远,水尽沙鸣。 他是一名歌者,更是一位行者。 综艺驰骋,行走无疆。 小凤直播室,本期特别节目,盲诗人,民谣歌手,周云鹏,敬请收听。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电台经济频道小凤直播室。 欢迎您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今晚的嘉宾是盲诗人,民谣歌手周云鹏。 在你的专题当中的最后一首作品啊,是一首爵士风味的歌曲,蓝色老虎。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听它的时候啊,总是让我联想起李尔克的那首名是豹。 就那只被关在笼中的豹,已经成为李尔克的代名词了吗? 那么我就在想,就是你歌中的这只喝醉的,害羞的, 独自潜伏在蓝天里,找不到一只猎物的蓝色老虎。 是不是也是云鹏你的一个自我比喻呢? 也许吧,它就是还是一种悖论,就两极的悖论, 就是一种非常力量,非常怯懦,非常大胆,非常害羞的一种, 结合到一个这么身体的一种东西嘛。 而且它是个很失败的,这个失败是挺抽象的, 它是一个美学上的一种东西。 我觉得布鲁斯它就是一个失败感的音乐。 你看布鲁斯音乐,你发现它永远在冲击到一个, 没有到最高点它又回去了,就转来转去, 忧伤的布鲁斯都是这样,它就在一个圈子里转啊转啊转。 就像你说的,像一个什么一连串的无限不循环小数, 对,有可能有点,对,它在一个圈子里就转, 它永远不会达到一个解决音, 比方说大的交响曲它最后就是, 完了,解决了。 一锤定音。 布鲁斯它是那种,弹到降咪降飞, 然后它永远在循环下去, 它体现一种无奈的那种被测的那种命运, 但是它还有一种不断地在往上循环, 挣扎那种, 而布鲁斯总体上是很忧伤的, 黑人那种状态也不好, 布鲁斯音乐跟着上就是那样, 它是一种宿命的忧伤, 那你觉得你的骨子里是不是也有这种, 听布鲁斯的东西? 我并不多, 我们毕竟也不是他们那个民族的人, 像对于布鲁斯这种东西, 我有一阵特迷恋, 爵士乐这种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根基不是他们那样的, 我尽管多听了一千码打口碟, 我还是不能成为一个布鲁斯的科手, 所以说我觉得一切音乐都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的环境, 你不能刻意说现在我流行什么死亡金属了, 咱搞过死亡金属, 现在在北京就有这种怪圈嘛, 就是说还有一种叫死亡民谣的, 好多人跟我说, 你搞的就是死亡民谣, 人还不这么说, 人说是更, 你是玩死亡的吧, 哎呦,玩死亡的, 对呀, 你看你那么喜欢去那种墓地, 那么喜欢去坟场, 你可不就是玩死亡的, 我说, 死亡咱们不敢玩, 一不小心要被死亡玩了就惨了, 别把死亡给玩了, 要死亡把你给玩了, 是, 玩的生不生死死的可造的, 所以说我觉得, 现在我们的音乐都是西方的, 好多流派, 它先是一种概念, 先渗透进来, 然后大家再按照它那个模式, 比方朋克叫咔咔咔咔咔, 就很简单的, 然后我来写, 然后把词以前填着很反叛的, 什么大奋, 狗屎, 造法, 就是那些歌词, 但是那都是很概念型的东西, 它不是直根于自己的生活, 生活是怎样, 生活是中国人的生活, 就是中国人在一个胡同, 说着北京话, 说着济南话, 吃了毛蛋, 然后喝着那个一块五的啤酒, 当然是吧, 你别老提毛蛋, 我昨晚做梦就梦见一只毛蛋, 真的, 我觉得好多姑娘在吃毛蛋, 真的特别奇怪, 我可不敢吃那个东西, 我真的, 你说毛蛋, 我就印象特别深, 昨天晚上好像就是做梦, 磕开一个鸡蛋, 然后里面有一个就是已经有了形状的, 已经有了雏形的一个小鸡蛋, 但我觉得好多女孩也特喜欢吃那个, 我倒在闹闷, 为什么, 好多姑娘最爱吃的是烤地瓜, 毛蛋, 还两种食品, 也疯狂的迷恋那种东西, 超演了, 超演了, 那每一位走进小凤之播室的嘉宾都会随身带一本书, 一部电影和一张唱片, 我们今天首先来分享周云鹏最喜欢的一张唱片, 约翰·列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80年8月, 沉寂了多年的约翰·列农和妻子, 大爷杨子, 开始录制他们最著名的专辑《双重梦幻》, 他们雄心勃勃地计划从日本启程, 向西经过欧洲到纽约, 向世界推出这部专辑, 但是他们没能实现这个愿望, 1980年12月8号晚上10点49分, 约翰·列农走出位于曼哈尔, 约翰·列农的公寓, 照例有很多歌迷在等他, 一个青年拿出列农最新的专辑, 请他签名, 列农满足了青年的愿望,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片刻之后, 他会死在青年的枪下, 他就这样, 在自己的公寓前被枪杀, 倒在血泊之中, 大爷杨子惊恐万分地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 约翰·列农是甲克崇乐队的核心人物, 也是四个披头士当中最有艺术才华和思想深度的人, 他和妻子辛西亚的感情一直很好, 并且生有一个孩子朱利安, 然而自从他邂逅日本先锋派女艺术家大爷杨子之后, 他的情感世界乃至艺术之路都发生了巨变, 甲克崇乐队在六十年代末解散后, 约翰·列农和大爷杨子曾进行了一系列军事骇俗的先锋艺术探索, 以时为人侧目, 与此同时, 他们在社会政治活动中还做出了一系列大胆的行动, 一时被美国政府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1975年, 他们的孩子出世, 是约翰·列农感觉到自己像帝国大厦一样高大, 从此他全心在家杨子, 过起了与世无争的日子, 直到1980年重新出山后迅速遇刺, 约翰·列农之死标志着七十年代的结束, 约翰·列农也是周云鹏最喜欢的音乐人。 唱片会带谁, 一个做音乐的人, 你最喜欢的音乐又是谁的呢? 约翰·列农, 他尽管是一个被人说了一万遍的人, 但是老生常谈也不是说没有道理, 谈了一千遍, 谈一千零一遍, 还可以谈, 但是我喜欢列农, 我是更喜欢他在脱离地道以后的那种状态, 就是他跟大爷杨子在一起之后, 对, 我觉得列农, 他是一个很东方性的人, 尤其跟大爷杨子接触以后, 他到了印度, 好像接触那个克里斯纳教, 就是一个印度的宗教嘛, 他那种东方情节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那种东方情节什么意思, 我就觉得是那种, 他的歌表现得越来越从那种弱的那种角度出发, 然后摇滚乐, 大多数摇滚乐是从那种强力, 暴力那种出发点, 还有一种仇恨, 反叛那种出发点, 但是列农我觉得他七十年来的歌曲以后, 他是从一种软弱, 那种伦理的爱心, 中国讲的, 富人之人那种, 他是从那个角度出发, 写了好多歌, 为什么会把这种东西跟东方连在一起呢? 大尔扎克在那个手帐上写说, 我粉碎一切, 但卡夫卡他就强大一个真理, 他说一切粉碎我, 东方哲学可能更趋于一切粉碎我, 我觉得列农他有这种精神, 你看我说他那个叫Imagine, 就那个歌就是想象, 想象, Imagine, No Heaven, 想象中没有天堂, 然后这个大家想起来就说很容易, 然后我们的脚下没有地狱, 我们的头上只有天空, 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都是为了今天, 他不是那种继承的那个地方的那种宗教的那种基督教传统啊, 还有一个神能统治一切那种很强权的宗教传统, 他更多的是吸收一种, 我觉得吸收一种东方的宽容的东西, 大人那时候中国正处于文革, 我说中国那时候要是很开放的话, 我觉得列农也很喜欢到中国会来逛一逛, 他应该挺喜欢中国的文化的, 你从哪看出来的? 还有几首歌, 像那个Live那首歌, 那个歌人们听得特别少, 但那个歌特好听, 我最喜欢那首歌, 云鹏还特地刻了那首歌, 从电子邮件上发给我, 对对对, 我最喜欢列农的就是那首歌, 而且我最初听那首歌, 就是90年的时候, 我上学的时候, 那时候列农去世十周年, 对, 他那个电台就放那首歌纪念他, 我觉得他那个歌特有东方的那种味道, 就是很深情, 然后又非常有力量, 不像当年他那个Beatles那么活泼反叛张扬, 他完全已经内敛到一个, 就是把那个温柔是压抑住那种温柔, 就是把一个温柔浓缩到一点那种温柔, 包括他后来写那个我们, 就是给那个大爷杨子写那个, 写的都那么深情款款的, 我觉得也特别好听, 其实这可能就是杨子带给他的变化吧, 然后他从一个偶像, 逐渐蜕变成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了, 他越来越越哲学化了, 越来越关注那种, 就整个一个人群的命运, 你把他说给和平争得一个机会, 他和杨子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是在旅馆的床上, 七天七夜不下床, 搞什么床上和平, 然后搞得轰轰烈烈的, 对对, 他很关注东方, 他很关注那种那个第三世界, 但现在这个词已经没有意义, 但他很关注那种, 现在咱们讲的是弱势群体吧, 对, 他很关注那种弱势群体的生活, 反战人道这种东西, 对, 都是他后期作品的主题, 对, 但是他也不迷信这些, 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那种, 被一个主义和束缚的人, 包括他那个以外的, 你看那歌词, 他不提倡有一种共同的宗教, 会把全人类都束缚到一起, 然后像个中世纪那样的信奉的, 他觉得就是说, 人应该首先追求自己的幸福, 就是为了今天而活着, 不要受一种那种很教条性的, 一种主义和宗教的控制, 我觉得他后来做的挺好, 而且列农还有一个, 他身上有一种天真像个孩子那样的气质,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可贵的, 他跟那个他们那个贝斯, 宝罗和麦克特尼, 一个强烈的词语, 那个宝罗是活得又长, 现在还没死, 活得特长, 但是那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全面, 老于世故, 那个音乐的素质特别好那种人, 列农是一种很自强性, 自我伤害, 他音乐素质可能不如宝罗和麦克特尼, 但是他特性情, 他就是那种愿意自我毁灭的那种人, 我觉得如果列农是宝罗和麦克特尼, 他也不会在80年12月8号就被人给刺死了, 就是说他那一次是给人出去签名了, 随便一个歌迷拿一个歌本让他给签名, 他就给签, 如果换了把拉拉卡特尼, 他未必越医院, 未必会去, 他觉得这个事没什么意思, 危险性又挺大, 他根本就不去, 所以我觉得列农他的那个, 那种东方的神秘性决定了他那个死因, 他死的也很传奇, 其实他死的我觉得特意外, 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一个歌迷, 一个崇拜他崇拜的不行的那么一个人, 然后就把他给杀了, 也说不出个原因来, 对对, 我觉得特意外的一件事情, 最近那个人要假释了, 然后好多列农的歌迷都不愿意, 我看到一个资料, 就说那个叶农那个小孩, 那个出生了大概五六岁嘛, 他就死了, 然后就问那个大爷娘子说, 为什么他要杀叶海叶农呢, 然后那个小孩就很天真的问题嘛, 大爷娘子好像就说了这么一话, 就说他有病, 就是说他精神上有问题, 他没有表现一种仇煞, 就是说他就是坏人, 什么孩子长大要跟你爸爸报仇啊, 他没有这样的说, 我觉得大爷娘子还是很理解烈农那种状态, 那你有没有觉得烈农的死, 会不会也是有某种宿命呢, 会不会生死本上就写着呢, 1980年12月8号, 不应该这么写, 凭什么要写着才12月8号就, 但是我觉得他跟大爷娘子在一起的时候, 有可能有一种命运已经造成了, 大爷娘子那个人呢, 我听过他好多的音乐, 大爷娘子是一个唱歌特妖妹那种, 他的探索性好像底练能还要强。 Bless you for your anger, it's a sign of rising energy, Transform the energy to versatility, and it will bring you prosperity, Bless you for your sorrow, it's a sign of vulnerability, Transform the energy to sympathy, and it will bring you love. Bless you for your greed, it's a sign of great capacity, Transform the energy to giving, give as much as you wish to take, and you will receive satisfaction. Bless you for your jealousy, it's a sign of empathy, it's a sign of empathy, Transform the energy to admiration, and what you admire will become part of your life. Bless you for your fear, it's a sign of wisdom, Transform the energy to flexibility, and you will be free from what you fear. Bless you for your search of direction, Transform the energy to receptivity, and the direction will come to you. 大爷、楊子唱歌特妖魅, 那种特前卫那种, 好多音乐探索的, 我觉得他探索的非常好。 没错, 因为杨子在和烈能结婚的时候, 他大概比烈能要大了六七岁, 而且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很有影响的先锋艺术家了, 所以后来我觉得烈能比如说在这个Beatles的歌迷看来很出格的行为, 大家就都觉得肯定是杨子去穿夺了烈能来做这些事情。 其实有可能就是这样, 因为杨子呢他本身是一个挺西方化的东方人, 但是他具备一种东方的那种根子上, 你听他唱歌的时候, 他们评价他是个妖女或者魔女, 会有点那种像巫婆那种感觉。 有那种体质唱得特别妖魅, 我相信他对烈能很有影响, 就说Beatles的解散可能跟他关系也非常大, 这也是公认的一件事情。 Beatles的乐迷都认为是杨子毁了烈能, 而且毁了烈能的音乐, 就像你刚才说他那种音乐的风格变成那样子, 在Beatles的乐迷看来, 是不是他们最喜欢的那种音乐风格没有了。 对, 但是我觉得烈能呢, 他跟大野良在一起, 他东方的那种血统更增强了, 而且烈能在Beatles解散以后, 他的音乐我觉得做的还要更好一些的, Beatles是一种更加群体化, 就是说大家都很喜欢的那种音乐, 而且在Beatles的音乐里, 烈能的成分, 他尽管是演唱的成分很大, 其实是真正的经典的歌曲, 就被大家公认的歌曲, 都是那个保罗麦卡特尼做的, 比如Yes Today, He is a letter B, 这都是保罗麦卡特尼做的嘛, 烈能离开Beatles以后, 他其实发展的还要更好一些, 他那个那种东方的意识, 还有那种柔弱的意思增强了, 就是那种特伦理的意思, 我认为东方是一种伦理象征, 为什么烈能到后来写出那种, 我们他这个歌就是, 我觉得是好多音乐人写给女人的一首最好的一首, 就是我们还有Beautiful Boy写给他孩子, 那些歌都是特别经典的, 写给儿童写给妇女的那歌, 我觉得如果将来有女权主义社会的话, 应该把他这些歌作为经典, 他的确是很爱这种, 爱他的女人, 爱他的儿子, 爱儿童, 爱妇女那种状态, 他不是像当年那个七十年代, 好多摇滚业手从恨这个角度出发, 从反叛, 从暴力, 从强力那种出发, 烈能我觉得他是从那种懦弱, 伦理, 保守, 爱心, 他根本的出发点, 他跟他们那些, 他们童年的摇滚业手, 我觉得最大的系列是在这, 他可能已经反叛过了, 他又回归到那一点, 回归到一种平时的状态, 他有一大段时间就在家里看孩子, 好像就带他那孩子, 然后过一种很非常安静的家庭生活, 对, 那刚才云鹏有一句话, 你一傻而过, 但是我记得了, 你说其实, 当他跟杨子结合的时候, 也许他最后的这个命运就决定了, 为什么这么说, 你觉得杨子是一个携带着巫异的女人吗, 他身上是不是有一种这种巫婆的这种不祥的气息, 会笼罩着烈农的命运呢, 当然这一点吧, 我要是说一个, 就是说我很偏激的话, 当然我不是考虑很周全, 我觉得那个戴杨子那个人吧, 他那个身上有一种更强大的生命, 我们东方你知道, 他我觉得不是迷信, 比方说一个人要刻一个人这个事情, 我认为不是迷信, 比方说两个人他那个磁场, 那个生命力的那种, 一个电池他能量更大, 一个电池能量已经到了顶点衰弱掉了, 他是不一样的, 他会有一种相生相刻的东西, 当时我骨子里, 我听大洋嘴东西, 我就觉得他那个女人能活到八九十岁, 就是生命力顽强的要命, 然后他探索的那种能量也特别大, 而列农那时候, 在七十年代, 逼都是已经处于那种, 走下坡路了, 对, 已经到了一个最高点的, 刚刚越过顶峰的时期, 对, 他和大洋嘴结合了, 大洋嘴呢, 他本身还带有一种东方的那种, 很神秘的东西, 而且列农呢, 他是信奉那种, 他有一段去印度新的克里斯纳, 也是挺神秘的东西, 我相信这种人, 就是说他的死亡, 他不会是那种生老病死, 他不是那种受众正寝的人, 他会有一种意外的死亡, 就是说带给他, 当然这个事, 但这么讲可能是有点宿命了, 对, 也许很宿命, 明明之中, 但是大洋嘴那个人唱歌的确, 他生命力特别顽强, 这一点, 当然这也是事后诸葛亮, 大洋嘴现在还活着, 但他好像是去年吧, 他还出过一张专辑呢, 对, 对, 他现在一直都出专辑, 而且他现在, 我看一时半会还死不了, 活着挺健康的, 就是说, 他生命力特强壮, 你知道我考察一些植物, 植物学的原理, 比方说一个特别旺盛的树, 他周围的树, 周围的草都不可能很旺盛, 他会有一个那种, 生命力的吸收和那种排斥, 你知道吧, 就是说, 一个特别旺盛的植物, 他周围, 他不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旺盛的植物, 就是他互相要压制和排斥, 他要因为他吸收共同一种能量嘛, 当然这可能是个很玄的说法, 但是, 对, 我觉得也算是对猎农之死的一个, 略微东方的带点神秘主义的解释吧, 而且猎农嘛, 也是有点玩笑的解释了, 猎农在七十年以后, 他的音乐就表现得特别柔弱, 优美, 博爱, 他跟逼斗斯六十年音乐不一样, 六十年是阳光的, 很年轻的那种小伙子, 但是他到七十年以后, 你看, 你发现他认识大海洋子以后, 他的音乐呈现出那种状态, 就是柔弱, 很谦卑, 非常自强, 自我伤害那种, 我觉得一个人, 他的冥冥中会, 有时候就会决定他这种命运, 你知道吧, 我赵云鹏, 因为你的作品是民谣的专辑, 那个约翰烈农相当一部分的作品, 也是那种带点民谣风格的流行歌曲, 对, 你在音乐上, 有没有受到约翰烈农的影响呢, 在创作理念上, 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其实要是音乐本身影响并不是很大, 但是我喜欢他那种做音乐的那种, 七十年以后那种状态, 就是从一个反叛回归到一种特关心这个社会问题, 他关心也不是盲目的关心, 然后他本身也不成为道学家, 他也挺反叛的, 我觉得如果说中国有民谣, 如果是民谣这个概念, 他有基础的话, 就是应该是关心底层人的生活, 这是他最根本的一个精神支柱, 虽然说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理由吗, 但是我想最后呢, 还是请云鹏列出你喜欢约翰烈农的三大理由吧, 首先是他天真, 然后是他那种神秘性的命运, 还有一点就是能够从背叛中, 走到另一种背叛那种状态, 就是说他能够从一个自己的反抗者, 走到另一个不爱的, 或者一个谦卑的那种状态, 看起来的中心里或者斛卑嘉站就会任将它情 shifts他们铆钓过去过的内容, 这就是周云鹏他最喜欢的约翰烈农的一首歌《老爱》 据说大爷杨子至今仍然保留着那间烈农遇害时他们一起居住的曼哈顿的那间小屋 地厨里呢也仍然挂着烈农的衣服 大爷杨子说我依然能够强烈的感受到他的灵魂的存在 我爱他 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小凤直播是今晚播出的是盲诗人民谣歌手 舒云鹏专访的中篇关于他自己的思想起源 以及他最喜欢的音乐约翰烈农 那下周呢我们将分享云鹏为我们所带来的书籍 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 以及维姆·文德斯的电影《德克萨斯的巴黎》 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周再次感谢您的收听